当快攻的时候,我在中间运动的时候,看到左方有我们的队友,前方有防守者的时候,你可以在三分线之前做一个提前面向PUSH CROVE 我们可以先碎步,然后PUSH CROVE,将在前面运动我的防守者,运动到右边,我们看前面向的时候,肩膀会扭动,腰同一时间也会扭动 当我们推完之后,你就可以立刻后手传球了,我们再看一次的动作 在快攻的时候,我们推过来,然后就可以向前面,然后就直接上摆 OK,完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三分射手,我们要令自己走出一个射球的空间 我建议通常,我们三分射手会先走向底线,因为要将我们mark我们的防守者,推向南框 而当我们的队友帮我们单挡的时候,我们会更多空间和更多时间去接球球篮 如果我们在这个动作里面,我们要怎么做呢? 我们先走向南框,把防守者也都推向南框 然后我们的队友下来,单挡的时候,记住,不要就这样走出去 因为敌人也都会跟着你的尾走出去 我们要先将我们的敌人进一步,压向南框 那个步法就是外侧,内侧,外来,然后走出去 当我们走出三分线的时候,我们一定要做好接球的准备 我们接球的手势是怎么做的呢?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做的 我们的辅助手是伸直的,另外射球手呢 就形成一个十字,拿着它,形成一个握手撞 然后打开,你就是这样接球去射球的 记住,我们接球的时候,我们的辅助手尽量接球的底部 因为当我们接到球的时候,我们要向上举起,然后射球 所以你接球的底部呢,会令到力量更加有效的 记住,接球的时候,我们要跳一下 令自己可以调整你的步伐和重心 最后射入去 完 这个个人动作,我们先做一个看前面向,push cross 我们右手的时候,先推过左方前一点 令到敌人以为我们向左方切入 在接球之前,我们就会右左方切入 因为我们接球的同时,我们会穿过敌人的库浪 所以我们就会变成,接球右左,然后再接球 在快攻的时候,我们先前推运球 在接球的时候,我们先前推运球 在接球的时候,把头和胸绑起 然后顺着走篮的势,把手伸前,整个手臂向上放 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个高抛上篮的 完